也就是镇元殿与六道宗是市交 若是换了别的地方 这位师弟恐怕要直接被镇杀了 我出手惩罚 其实是救他 让他知道话不能乱说 师长老觉得我做得有错吗 叶晨身为六道宗首席弟子 六道宗与镇元殿也的确是市交 以两家关系来看 叶晨与镇元殿的首席弟子辈分相同 对眼前的镇元殿弟子都能称为师弟 叶晨的称呼没问题 镇元殿的一众弟子却感到恼火非常 叶晨不过是天神镜六层天 实力低微至极 简直就是蝼蚁 被这样的废柴称为师弟 让他们感到耻辱 而此刻 施宝庙听到叶晨的话 却是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贵宗的首席弟子倒是明氏里之人 这件事是我糊涂了 不知你叫什么 施宝庙看着叶晨看似友好的问道 晚辈名为叶晨 叶晨同样客气回答道 文言 施宝庙露出笑容 叶晨 不错 六道宗的眼光的确不俗 竟然能挑出叶晨这样的首席弟子 我着实佩服啊 此话一出 六道宗的诸位长老 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也有人恶狠狠地看着叶晨 想要驱逐叶晨离开 不要再留在这里丢人现眼 不过不等诸位长老开口 施宝庙却是接着张开了嘴巴 只见施宝庙看着叶晨 笑容满面 真诚无比切 热情十足地说道 我这次前来六道宗 是为了邀请贵宗弟子 前往镇元殿做客 既然叶晨失职身为六道宗首席弟子 不如与我们前往镇元殿做客呀 啊 叶晨你也说了 六道宗与镇元殿可是世交 两宗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 这次你可务必要带队前往哦 听到这话 六道宗众人面色古怪 镇元殿史和居心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而叶晨也不是傻子 刚刚打了镇元殿的弟子 怎么可能答应前往镇元殿 若是真去了 那可就是羊入虎口 自己找罪受了 而在这时 叶晨听到施宝庙的话 却是眼前一亮 露出欣喜的神色 既然施长老盛情邀请 那叶晨怎能拒绝 我会代表六道宗前往镇元殿 此话一出 六道神殿中 所有人都愣住了 甚至就连用心险恶的 施宝庙此刻 都是神色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看着叶晨笑容满面 眼中却是无尽寒意 敢打我镇元殿的弟子 还敢到我镇元殿做客 六道宗还真是落寞到了极点 连这样愚蠢的首席弟子 都能选出来 到了我镇元殿 我让你生不如死 施宝庙在心中激动地怒吼起来 与此同时 一众六道宗长老反应过来 却全都脸色大变 甚至有人坐不住 直接站起身了 叶晨 你在胡说什么 这是两宗之事 你就算是首席弟子 也轮不到你来决定 宗主已经拒绝了 哪里轮得到你来胡闹 出去 两宗商讨要事 你来大殿做什么 快快离去 此刻 一众长老纷纷呵斥 叶晨去镇元殿 不但要受尽屈辱 危机重重 更是丢六道宗的脸 一名天神静的首席弟子 留在六道宗内也就算了 如果离开宗门 在外面抛头露面 将要让六道宗 彻底沦为笑柄 这是六道宗众人 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宗主 也臣这小子目无尊长 胡作非为 我建议剥夺他的 首席弟子之位 将他逐出大殿 镇压在黑云洞中 而此刻 周进也是猛然起身说道 他用心险恶 想要借机将叶晨抹除 而听到周进的话 诸位长老也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剥夺首席弟子之位 倒是无所谓 他们也不想让叶晨 做首席弟子 但是黑云洞可就不一样了 黑云洞是祖师爷 当年留下的封禁之地 专门用来关押宗门的叛徒 十恶不赦之辈 是无比可怕的地方 任何被镇压在黑云洞中的人 都要受尽折磨 永生永世不能逃脱 简直就是无间地狱 周进所言的责罚 也太重了些 而此刻 诗宝妙面色古怪地 看着神殿上的一幕 叶晨前往镇元殿 当然好 他们又能再次羞辱一番六道宗 不过现在看着六道神殿 因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 师宝妙也感到无比快意 六道宗内部发生了麻烦 被他当作笑话来看 等到回了镇元殿 搞知诸位同门 也能让大家都开心开心 而在此时 大殿上喧闹不已 武断仓听到叶晨答应 前往镇元殿 也是脸色微变 眼中闪过一抹隐晦的担忧 够了 都闭上嘴 武断仓突然开口喝倒 身上气势爆发 席卷整个大殿 连师宝庙都是身躯一江 感受到武断仓的浩荡威亚 在神殿之上如此争吵 成何体统 武断仓冷眼说道 接着看向叶晨 叶晨 镇元殿与六道宗之事 还轮不到你插手 现在立刻离去 听到武断仓这话 叶晨却是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宗主 镇元殿与我六道宗 作为市交 已经多年没有来往 还是让我前往一次吧 放肆 我的话你也敢质疑 武断仓脸色一寒 陡然抬起手掌 寄灭诸天的狂暴力量席卷 他要将叶晨强行送离大殿 而就在这时 一道恢弘的气势 却是突然爆发 接着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大殿之中 让武断仓放下了手掌 太上长老 武断仓看着前来的老者 目露惊讶之色 拜见太上长老 一众六道宗长老 此刻也是恭敬心理 哪怕是傲气十足的施宝庙 此刻也是老老实实 毕恭毕敬 眼前的周九通 正是六道宗真正的底气之一 也是无比强大的存在 哪怕是他也不敢不敬 此刻周九通站在大殿之上 先是漠然地扫了施宝庙一眼 让施宝庙身躯一僵 只感觉浑身冰冷 如同坠入冰窟一般 随后周九通看向武断仓 开口说道 既然夜晨想要前往 那便让他去吧 太上长老 这 武断仓听到这话 却是目光闪动 不明白周九通的意思 武断仓不愿让夜晨前往 其实不是怕夜晨 丢了六道宗的脸面 反而是担忧夜晨的安危 夜晨天赋异禀 外出之后 若是被人砍出端倪 恐怕要招惹来无数的危机 武断仓可是将夜晨 视作六道宗崛起的希望 当然不希望夜晨 暴露在如此的危机之下 因此才不愿让夜晨前往 而武断仓也清楚 周九通应该也了解到 夜晨的天赋 不然也不会因为夜晨 而重获生机 此刻怎么敢让夜晨 到镇元殿去呢 双目对视 周九通看出武断仓的担忧 却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他想去便去吧 周九通再度开口说道 好吧 既然您开口了 就依您所言 武断仓点点头 随即看向夜晨 既然如此 你便准备准备 与师长老前往镇元殿做客 说吧 武断仓目光闪动 又忍不住叫道 夜晨 弟子在 夜晨看着武断仓的眼睛 心中微动 切记 我们两宗可是试交 到了镇元殿 一定说话做事 要考虑周到 不要坏了六道宗 与镇元殿的交情 闻言 夜晨听出了武断仓 言语之间的深意 郑重地点头音响 弟子明白 此刻 一众长老看着 突然出现的周九通 都是面色诧异 十分不明白 太上长老 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夜晨前往镇元殿 丢的不是六道宗的脸吗 而镇元殿的人 见到太上长老都出面了 允许夜晨前往 这事情已经是铁板钉钉 师宝庙露出了笑容 既然如此 我们便先行告退了 提前回归宗门 让宗主提前准备 欢迎夜晨的仪式 师宝庙露出阴邪的笑容 看着夜晨意味深长地说道 如此甚好 多谢师长老 夜晨仿若未觉 还十分客气地行礼说道 哈哈哈哈 好说 师宝庙表面大笑 心中却在暗语 夜晨这个蠢货 难道还真以为 我们要欢迎他吗 等到了镇元殿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残忍 心怀鬼胎的镇元殿众人 在师宝庙的带领下离去 而武段仓也看向夜晨 让夜晨回黄泉风 准备一番 三日后 前往前往镇元殿 夜晨回到黄泉风 他三日后 要前往镇元殿的消息 便已经在整个宗门 传开了 此刻刘云淼正面色凝重地 站在大殿门前 而杨千玉 则在他身旁站着 大师兄 你怎么能答应镇元殿呢 你前往镇元殿 他们会对你疯狂羞辱的 甚至会让你深运在镇元殿呢 刘云淼看到夜晨便急切地说道 满脸地担心 是啊 大师兄 你这个举动太鲁莽了 我知道 你对镇元殿这些年的做法 感到不满 但如今六道宗衰落 不是镇元殿的对手啊 我们只能忍着 杨千玉此刻也是摇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觉得夜晨此举太过冲动了